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是内控的问题 因为现在是在各个的建制机关里面 各自有他自己的监控系统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外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监察 他考核的机制呢 其实是在不同的部会 例如美国的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他算是审计不一样 他不在行政院 他是在国会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提到 有些的调业委员会 希望在我们的国会里面来成立 其实就是说 立法机关是监督行政机关嘛 所以是要跳脱出来 在这个思维底下呢 这两个机关呢 今天大家有讨论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把它拉出来 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 或者一个机构 可不会这样子把这个资讯 去做一个统合 而不是说 现在呢是各自分 不同的这个 我们的电话的这个系统 公司 那么全国是不是一起 就不会在现在呢 落入的时候 个别在各个自治体关 然后呢 又是公司行号不一样 又是有不通的系统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单独的一个独立的系统 然后呢 更加强他的这个监控管理 我不晓得两位 两位首长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理想当然是很好了 可是两个单位 有他的历史背景 整件事情有他的渊源 然后我们跟法务部之间的mission 其实功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那是一个理想了 只是未来 假如说真的要merge 就其实会坚持到一个很复杂的 的这个这个机关的文化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可能用的设备啊 硬体软体都不一样 连预算也不一样 呃技术也不一样 我觉得理想我们都很认同 只是说在操作面上 可能有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 可能必须要去面对 是 市长的看法怎么样 报告委员 其实这个最最早的期间哈 本来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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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一个机构哈是 来处理通信监察的问题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 变成两个机构来处理 那两个机构他现在发展有一定的规模 他有一定的设施 那你这个部长讲的 你要把它merge在一起 这个他这个是有点难度了 是 难度我当然了解有他的历史背景 任务的不同了 但是资讯的提供呢 其实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理论上不是不可能嘛 对不对 当然如果 我们还是可以 理论上是可能 但是要花很多的 经费 来整合两个机构 因为他的设施 这是今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也要讨论很多的委员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可能变成一个很好的议题 那么两位先请回 我接下来就请 我们新市警察局的林主任 林峰玉林主任 还有我们司法院这个资讯管理处的何处长 林主任何处长 我想主要是技术面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到司法院去 这边也特别提到司法院的这个作业呢 是每天 因为我也问到一样的问题嘛 每天是定时的 你是以时间 对不对 时间到了以后就开机了 就录了 比如说12点到2点 对不对 是这样子嘛 而且我当时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Random 就是说 我是不是随机不同的时间 只是固定的2个小时 不是嘛 你的意思是说 我就是申请几点到几点 就是每天就是那个固定的时间嘛 是不是这样子 它是分两个 它启动的时候就是这样嘛 就是以时间嘛 它是随时启动 它机房是随时开始的 对 它是有一 我们可以 就是这样 就是左边那个圈圈的 有一个快照那个主机 那个是 对 即时会传过来 是我知道 那比对的时候 我们写关心的问题就是 那个启动的时候 启动是 你们现在的系统 司法院这个系统是指 每天固定的时间 时间到了 就开始录了 对不对 不是 只要它有快照的时候 它会固定的时间 它会即时传过来 什么是快照 快照就是 就是那个箭头下面 对 就是在 那是键线右边那个地方 你录的时候呢 录的是以时间 开始起录 还是以 我们没有录 我们是 它传开的 上下线的 我们的系统是随时开着 随时开着 对 那它那边画虚线的 不是不是在固定的时间 不是它是一直开着 它是一直开着 那那个主机都是我们的 对 就是 虚线那个右边有三台主机 全部都是我们的 那那个主机的时候 一步是在搜资料 就是搜上下线的资料 是 那个时线右边是在搜上下线的资料 那那个是随时在搜 随时在搜 对 那比对的时候 左边那个时线的那个 那个是 每天凌晨 是 2点30比对一次 所以这套系统叫做 管理跟查核 就是查核的部分是2点30 查一次 那管理的时候是 时时刻刻在管理 是 所以 以这种系统的话 其实不太可能说 錄不到 或者是说 不太可能说 錄了以后你不知道 对 如果它是透过那个下单 因为它的依据是不一样的 它那个 管理系统就是实现右边那个 它是根据通保法式行系统第20条件的 是 那如果是实现 实现左边那一部分的查核系统 那是根据31条件的 是 那最高检察署也有建一个查核系统 因为根据通保法规定 他们也要建一套 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地方建设 它虽然系统是一套 可是它根据法条的规定是两个规定 它两种功能 我再请教林主任 就是早上您在介绍的时候 你们这个路的这个启动的时候 是以声音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以声音 是把这个 接话 通话开始 只要它接接受或者发送电话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 那刚才所提的这个系统 应该是指我们上线投单的系统 就是说我把这个指令 送到交換机之前 我们就是同时会送 送一份到司法院行事庭 那是备份一样 是 主要是为了要比对 对对对 为了比对 然后比对我们上线书跟我们监听的 跟发监票的那个内容 是不是有一致 是 所以只要电话拿起来 一定可以开始 开始启动 对不对 额 投单的时候就送了 它不一定要管它 有没有接电话 有没有接电话 对 所以我是 我是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你是可以持续的 而且还是经常性的路 是一直在检合 都是在检合 是 所以不太可能说录不到什么东西 而且是几个礼拜的话 不太可能 以你的技术面来看 那看状况 当然了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 我们看下一张 好 这个人您看过吧 他也在国安局 美国的国安局做 当然 美国国安单位现在在追杀他 最主要是因为他把这个资讯泄漏出去 那我们对这些的人员的管控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即便是网络加密啊 早就被监控了 所以呢 以现在的技术水准 也许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有几个委员在讲 你的Skype 你的LINE 你的APP 以目前为止 也许你们是不方便 还是说现在没有在做 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水准 只要这个讯息出去以后呢 你都可以录下来嘛 对不对 只是我怎么还原的技术嘛 是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时间上 或者是我需要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是 当然还有一个法规上的问题 当然 但是如果我真的是 申请合法的监听的时候 这些东西 技术上都可以解决嘛 是这样子吧 努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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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说不可以 是 好 谢谢 那么我们再下一个 在最后一张好 下一张对不起 好 这个我们其实 呃 这可能要请 呃 我们司法院这边来说明一下 就今天早上我们有看到这个 资料 就是有一个通讯监查案件的审核表 嗯 哦 但是这里面呢 请看下一张哦 这个审核表呢 主要是 后面有一个 哎 对不对 就这个部分了 法官准备以合法的具体指示事项 比如说第二十啊 没有继续监查必要的时候呢 应该停止啊 应该急停止监查 并且承报法院 或者是二十一呢 案件一经侦查这个终结呢 应急停止监查并且承报法院 法官会不会勾 还是会漏掉 还是说完全看状况 这个是谁的责 谁的权责 您您 当然我这两位是技术上面的吧 这个到底是 哪一位可以来协助回答一下 你们有哪些的案例是法官没有勾的 会不会这样子 报告委员 这个是我们司法院颁布给法官 在他们审核通讯监查申请案件的时候 一个审核表提醒法官注意的事项 那下面的提示事项是依照通报法第五条第二项 那法官得益通信监察书对执行人员适当的指示 那我们列这个表 只是提示法官说你可以指示哪些事项 那法官如果在这个事项里面 他认为他要指示这个事项 他用勾选就好 那还有其他懒 就是说法官觉得还有其他适当指示的事项 法官可以做这种指示 那指示指示执行机关 你要遵从法官对你一些某些的指示 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是 真的是提醒他嘛 对不对 让法官可以用便宜勾选就好 不用写 那法官有其他的以外的他可以写 所以这些事项不是说每一项都要勾 是看法官审核具体个案 他认为需要的他去勾选 但是我们申请不是有实现吗 是 那么实现到了时候 是不是应该立即下限嘛 对不对 是他自动下限 啊 他二十二十一万元没勾的话 会不会持续在监察 持续在监控 诶 如果是我们监察期间的时候他们的系统 如果时间过了 他自动下限 时间过了就自动下限 除非他另外申请续间 那申请续间法官又合发一个 申兼序的案子给他们 他们重新投单 重新时间再接续下去 所以不会有 就如果有申兼序的话 时间是另外投单 然后时间是接着在一起 是 将来这个如果有调业委员会 调业委员会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吧 诶 诶 法官勾选的话 如果有付卷的话 是 他可以 会看到 那这是我们提 让法官便于 法官在审理的时候便于 他在 呃 审核的时候 一个简单性 那法官不一定会使用这一张 是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审 审阅单 他会写一个审阅单 好的 是 谢谢